白同學 經由同學們敲碗 我們來到了這個 國軍的 代工罐頭工廠 以前 我在金門當兵的時候 記得 班長拿了這個罐頭給我們吃 我想說奇怪 國軍的罐頭 會不會有一種 奇妙的感受 但是打開的時候 放到裡面的肉非常紮實 然後我們在直播的當中 有同學跟他說 同學你能去國軍的代工廠 買這個東西 就是那個欣欣嘛 食品嘛 我們進去一旦究竟 來懷念我們以前老兵 吃的東西 來這邊 進去啦 瞬間進來了 然後 我們大概來隨興分享給大家 場內的話就是 這一般他們的 工廠 不是我們要打的重點 我們的重點就是說 要來這邊 來買一下 我們當國軍 然後吃的一些罐頭 一些回憶 那裡面 到底裡面的東西 有多靈人 滿目 我也不知道 那個時候 我記得在金門的時候 我們辦店有拿 非常好吃的牛肉罐頭 然後那個時候想說 金門罐頭看的時候 也不曉得說 它裡面是多好吃 那個時候印象是非常好的 展示中心 我們進來了 來喔 好 猩猩 看這個mark來講 應該是 已經是一個 那個什麼 非常老字號的 品牌 來我拿這個 更小 更小 更好 我來看 他們這個 裡面 這國軍在買的東西 我看 有他的 這個啦 戰備可糧 這個 應該是這個啦 當然 國軍在用的包裝 它是跟一般外面不一樣 最基本 我以前 我很不敢吃那種 戰備可糧 但是做冰的時候 我再吃的時候 口感就覺得非常的好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 這外面的包裝 不能出現國軍 你知道嗎 所以內容物 應該是基本上 都一樣的 這是這樣做這個東西 好 好 應該是戰備可糧 我在用啦 其他的 欸 這 這跟不一樣 這跟有一樣 這是空手片還是什麼 喔 16G的 165G 喔這大小包啦 大小包啦 這樣我跟你說 我們是為了要試吃的 我要小包的就好了 喔 這如果是要 處理 鴨鎮婆對身 他都會 配置 非常小塊的 然後另外還有 還有黑糖口味喔 黑糖口味的 戰備可糧 這是 新 新改造的 沒關係 買看看 來的話我們就把它買 還買沙芷麻耶 來喔 黑糖的沙芷麻 感覺不錯喔 原味的雞蛋的 買原味好了 我趕快吃原味 這還有什麼口味 他有做這麼多東西喔 欸 莊家 我太多 這樣 打開 我們要 最主要是要拍 新鮮跟國軍 他們在賣的東西 我在鄉 變成這樣賣什麼 來在大財國 你知道嗎 對 你來這裡買福育宣 感覺上就不對位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這邊也是 以新鮮的 產品為主 我當然 有的東西都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你就 大致上自己去參觀選購 我還要來這裡買高粱的喔 來這裡買高粱的 怎麼可以 這是醬油耶 葡萄酒 我當然這是多元化經營啦 還有在賣什麼 筍乾 好 好 我們直接切入重點喔 切入重點的 來 來 我先找我以前的國軍 國軍罐頭 一起鍋 麻衣送衣 一起鍋 筍乾 這我跟你說 這一般 壓鎮不堆 他們會去用這個你知道嗎 這不知道要來買嗎 他裡面 感覺好像還不錯喔 麻衣送衣耶 一定頂頂七百幾塊兩罐嘛 干貝鍋嘛 我先看看 我們先看一下 最主要我是要先 買那個軍用罐頭 但是這 我不想吃過的火鍋 但是我不知道啦 如果在做冰的時候 基本上 還有這個八寶座喔 這真的 大罐裝的真的有差喔 義大利肉醬麵 鮪魚 鮪魚三明治 然後 五更長旺 他也有在做這個 這不知道很夠好嗎 但是我就覺得 分量有點多耶 所以這真的 都是用那些什麼 國軍的尺寸才用 所以你說這個 比台灣做冰獎 真的還蠻不錯的 還有這還有那些什麼 還有那些什麼 欸這 我感覺這我想要買的耶 不知道 不知道落得怎麼樣喔 沒關係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喔 白同學 我會先買我 當兵喔 有吃過的東西啊 欸 卯活跳牆 這製有很多東西耶 然後他卯在什麼黏菜 霸氣黏菜 現在軍用罐頭是這種的 這邊的話 這就是一般 罐頭 這個 這看的很好吃 這南瓜酥 這個 叫 白同學來這裡買南瓜酥 這南瓜酥怎麼看得很好吃呢 叫來這裡買南瓜酥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養生 養生 牛肉 我會去做冰 好像是這個 做冰是類似這種 因為我現在用肉 沒什麼東西吃 我來看一下牛肉 請問 這軍用罐頭 那種 牛肉 是 到底是生什麼 因為我已經太久 太久沒吃 不知道 那種 他會有肉乾 五香牛肉乾 五香牛肉乾 這買一包好了 沒收湯豬 喔 這這這 來 看到啦 我們最主要是 來看一下 喔 我們的回憶 喔 這小罐的啦 我當兵的時候 我記得是 那個桶裝 喔 像克林奶粉那一種 我來看一下 喔 六罐 你裡面喔 你看 這很讚 很紮實 小罐 我來看一下 喔 他的那個 喔 這軍用罐頭 大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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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罐 三罐 人家都 四罐 中罐 是不是 黃燒牛肉 喔 這是大罐 重量 重量 一罐 六罐 好 OK 那個時候 我這樣 我做冰的時候 就是吃這一種 沒有 我真的 大姐 我真的來這裡回憶 這個真的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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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這個大姐在講 我那個時候在金門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奇怪這軍用罐頭 吃到到底 那個什麼 他的氣味是怎樣 沒想到那時候 非常好吃 啊 但是這種罐頭 他就是要 包裝這樣 看到這樣 很懷舊 不知道 不知道是要來 這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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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後 在冰 這是一開罐 但是你說要開箱 應該是 用這個開箱 我們怎麼沒有開罐器 有 我看是用好 用這種就好了 這一開罐 一開罐 用這個開放看就好了 要不然的話 如果吃不完 也是怕會浪費 也是有 pick的 好 pick的我們也買一個 好不好 買一個 pick的 pick的一百 還有 咖哩牛 咖哩雞 咖哩牛 好 咖哩雞 好 買一個 那個什麼 基礎的 這樣就可以了 啊這個就是 大罐的 軍用罐頭 好 那大概 就 這個樣子 結帳 來 結帳 就 簡單買這邊 分享給大家 來全部 七百五十 一千元 來 來找一下 好 結帳完畢 怎麼吃香 會不會 大家要問一下 他像這種 罐頭 這是 回去 加熱 直接可以吃 要加熱 開開 不能開開 誰吃 因為我不會 好 我知道 好 謝謝 反正你開開 也可以隨便吃 用的熱 又更香 還不想吃油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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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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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來這個 國軍的 軍用罐頭 這個工廠 展示間買這個東西 感覺真的非常不錯 我們先直接 要 跳進 回去 你知道嗎 我們 要來開箱 來吃給大家看 基本上 裡面 我是覺得還不錯 都 感覺很寬闊 好 東西放上車了 我們到裡面的園區 散步 分享給大家一下 這是館長 這是電線流動線 電線走過那邊 我覺得這個不簡單 工廠這樣 結果 裡面它有生產 那麼多的東西 不錯 所以說 有時候 那個什麼 一些工廠 他在做 他的商業經營 他非常的聰明 裡面這樣 也不簡單 我帶他去 承包到 我們 國軍的 罐頭的 這個部分 真的不錯 你要不要做貴賓 你會知道 我們國軍前 罐頭前 做得很好 但是 以形象來說 他的外型 有嗎 我是覺得 他可以做 讓他 看到 更新 更有新潮的感受 應該 刺 應該會更多 但是一般會來買這種 軍用罐頭 的 這個東西 大致上 就是 一個回憶 要吃那個 以前的感覺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 直播當中 我們有講到 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國軍 退役的 那個什麼 長官們 做這個 東西 非常 讚 粉絲們 如果敲完 基本上 敲完的話 白龍學就是 會來 完成 很讚 我們這 國軍的 這五更長旺 怎麼看得很好吃 這個改天 我們再來 分享給大家 好 大概 這個白龍學的 國軍罐頭系列 在這邊 分享給大家 要回去吃 好 謝謝 謝謝 下單點進去 白龍學的身後管 跳價只要990 下單為一支持白龍學 謝謝